两个部分包含台北股市吗 台北股市的话 我是觉得是有一点小小的复杂 怎么讲呢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来看的话 你如果说你是在看筹码的话 其实有件怪事 我一定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看到五大十大交易人 在上个礼拜五 他们在指数期或是留进空单 而且仓位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外资呢 在金融期的部分 就好像很多人说 金融股怎么买 外资每天买有多金融股 为什么金融股每次买每次套 因为外资在金融期的空单 高达三千四百多口 那么我是觉得 台北股市的话 当然是有这一个所谓的机会 因为今年有非常非常多的题材 包括ITV 包括红海 现在推出60吋的一金电视 未来推70吋 75吋 这到80吋 结论是 结论是 我是觉得台北股市的话 只要今天这根红K棒低点 没有跌破之前 应该整体趋势震荡之后 还是往上走就蛮高的 好 还是往上走这样的机会 您刚刚所提到说 这十年的话 怕担心再往下爬 冲着这句话的话 来告诉大家 台北股市逢三必大涨 为什么 这也是一个历史经验 下面一组 来看一些统计数字 1973年涨幅117.3%之多 1983年涨幅79.8%之后 1993年涨幅71% 2013年涨幅32%之多 涨幅平均涨幅到75.3% 冲三真的必大涨吗 就冲着你刚刚那个蛇 你是往在地上爬的角度 来告诉大家 三会不会真的是出现大涨 这同的话题的话 也来看一下 在静隆部分 静隆 这里头 包含在刚刚我问的部分 大家所提到说 看法的话 没有跌破 这个高点的话 可能还是有往上走的机会 比较大一点点 可是呢 以美股行情来看 包含在台北股市部分 台北股市今天看起来涨了 而且算是还不做一个大涨动作 可是量并没有出现 比较大的一个抑注 为什么 我们说量先价行 量先价行这样的指标前例之下 为什么量能不能做出一个有效扩增 还说轻轻的 这筹码很轻哦 只要轻轻一敲 它就能上去了 美股的行情 面对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所讨论就是说 产生选啊 这如果定义是一个大利空 现在兑现了 现在是过关了 可是反向思考 到底要当利多还是利空呢 其实我觉得对台北股市 我的结论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所谓的俱备 就是国际的大环境 这些复杂的因素 都已经消除了 现在目前整个台股内部的资金 也是非常的丰沛的情况之下 这个缺了是什么 缺了是投资人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当投资人开始有信息的时候 自然就可以推升股市 给往上走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万事俱备 其实我们看这一次的 美国财政学来 美国财政学来 它最主要有两块部分 第一个是政府 他们开始必须得减少 他们每年的支出 那第二个是 对所谓的中产阶级加税 那对我们的评论来讲 其实我们认为 政府的减资 其实影响并不大 它今天减多少 从1.2兆减到6千亿 减到4千亿 对全球的经济 其实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最主要是 对中产阶级加税的部分 才会产生很大影响 因为美国 它是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 当一般的人民 被政府磕税的时候 它可支配的所得就会减少 它消费率就会减弱 这个时候就会反映在日本 反映在台湾 反映在中国的出口的 的订单上面 但是这一次 他们将整个加税的范围 缩小到原本3千万 缩小到只剩下2%的人 能收入超过40万美元以上的人 才进行加税 40万美元的人 其实那是非常少的 大家知道美国股神巴菲特一年的年薪 才多少吗 10万块美金 他才从剥割下 一年领10万块美金的薪水 连巴菲特都磕不到这个税的时候 基本上你可以想 磕这个富人税 40万美元以上 的确是非常金字塔中的金字塔 所以整理来讲 2013年美国的内需市场 不会因为加税 而让它内需市场萎缩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兆头 那除此之外 台北股市的另外一个成长的引擎 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最新所公布的 11月份的P&I指数 制造业采购进行的指数 也来到51.5分 这个是近19个月以来的新高 那这近19个月新高的代表 其实也代表目前 中国大陆的制造业 似乎没有一个非常 伟名的状况 它有呈现一个复苏的状况 这个对整个的一个 我觉得对整个台湾来讲 都是一个好处 好 倩龙你说到这边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部分 P&I在创造19个月新高 延续这个话题开始的话 如果中国大陆 就像刚刚在我们的部分所说的 如果这近期相对比较低 而且具备这买盘的 这个挹注的优势的话 事实上包含什么呢 看起来P&I基本面的 这个价值的效果之外 也包含从外面的优势 他们的养老金额退休经验的话 一波一波一直积极在做挹注 会不会得到这个国际性的 热情的青睐 如果会的话 对台北股市到底是加分呢 还是资金可能有些杠涨的效应 我觉得就你要去看 我刚刚讲说 P&I指数里面 其实它有八项指标 这八项指标里面 包含了生产新订单 还有仓品价格存货雇员订单 订单的交互 新出口订单的部分 那一共有八项 这八项里面 如果代表外销指标的 新出口订单 这个分数还是持续 维持在50分以下 代表现在中国的出口 还是非常的严峻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的 P&I指数能拉到51.5 最主要是有一个数字 叫做新订单的部分 拉到52.9 这个订单的部分 它代表是总的 中国内需的市场 真的好像如 12.5规划之后 开始在促进 出现一个 所谓的比较强力的 一个成长的一个趋势 这也反映到今天台北股市 其实跟中国内需 相关的一些个股 表现都非常的强劲 所以就投资来上的话 回归到台北股市 其实我们还是以 中国内需市场的一些概念股 会是一个 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好 那么在运气的部分 如果再把我们这个 观点角度再提高一些些 资金流的动向里头 国际的这些潮的是 大陆市场来走嘛 如果亚洲市场比重 里头 那么台北股市的话 到底是加分 还是一个减分的效果 其实钱是往低处流 那所谓的低处呢 是说现在机器 比较低的地方 那去年呢 2012年整体的股市 全球股市表现最差的地方 就在中国大陆 那我们要期待 它在2013年 能够有很大的涨幅 那在哪里 就是中国大陆 那尤其是这些热情 唯利是图 绝对是唯利是图 哪里可以赚钱 我就往哪里去 所以在今年 我们看这批热钱 第一个它首选是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之中 尤其是以中国大陆 我认为应该会是首选 那以台湾来讲 台湾现在跟中国大陆 非常的close 刚刚庆隆所讲到的 中概内需股 其实只要是中国大陆 在这一块 内需这一块市场 有起来 其实台湾的这些 所谓真的已经是 中国概念收成股 能够赚到钱的这些股票 相对的它的股价 也会有很好的表现 我们看现在台湾的 纺织类股 两大龙头 那这两大龙头 在中国的布局都很好 它最近的股价 其实也表现的 就一直在不断在创新高 甚至其中有一档股票 它的股价比台积电 还早突破百元 从这样的一个关系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说 台商在中国布局有成的 近期的股价表现都不错 所以中国在它的出口疲弱 它受到欧债的影响 受到美国整个市场的 没有那么景气的影响 它往内去推它的内需 只要在内需这一块 它可以占得起来 我相信在2013年 台湾的股市 应该也不会太差 好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也很有意思 那我们继续来 我问的部分 延续你刚刚所提到说 大陆市场部分 看起来是比较热度焦点所在 而且就在这个 今天大概红盘的 这个日子里头的话 当然这个兴高采烈 不过在昨天 元旦的谈话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 马总统一共的下 巩固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基础上 这是他的一个强调重点 那么这是呼吁 中国大陆新领导人习近平 那么习近平一毛恭维 这像唱歌一样 在做出回应吗 是这样子吗 来看一下 习近平他怎么说 这是依循往例 开明第一天 大陆国家主席 这领导人都会在 全国政协举办 一个新年茶会当中 所说的话 那么今年呢 府接任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 引用毛泽东所著之词 清明月里头所指称的 清明月毛泽东 毛泽东共为 东方欲小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 人为老风景这边独好 这下面意思 风景这边独好 什么意思呢 当然这习近平的 习近平的谈话里头的话 是不是当时毛泽东 不会显途 而且坚定 坚定一个卓越的方向 那么力求突破的 一个新境里头 他也强调说 风景这边独好 只是在大陆这块的话 独好 独好什么呢 是景气吗 还是地方 还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风景真的独好 好 那么话说回来 他所强调的什么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天安凯有一点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天安凯刚刚很相似 可是里面真的是相似吗 那么对于大陆市场里头的话 当然我们大陆说 激情比较低 那现在这热度正在高涨 而且买盘比较激烈一些些 会不会让热钱所青睐 热钱转向大陆之后 对台北股市 这个热钱的 挹注力道还有多少 那么相关的 今天有些中概类股表现 这个指标性题材的话 已经做出一个大幅度飙升了 最后给我们你判断什么 好的 那么刚补充一下 我们总编所讲的 中国大陆股市 去年它是涨幅最后一名的 0.08 倒数第二名 我想大家应该就是谁 就是台湾 台湾 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是觉得热钱 刚刚尤其讲的非常好 热钱它本来是一个 非常非常的聪明的 那么聪明的情况之下的话 面对台北股市 我讲说说真的 来导播打一下K线图 你可以发现台北股市 这每一波创新高 它成交上是呈现 一个所谓萎缩的状况 代表它是非常明显的 一个所谓量价背离 那量价背离的情况的话 它也很清楚告诉你 等于说这一些主力作手 或这一些国际吵架 它也许在台北股市 parking的时间 没有大家想象中 这么样的长 也许在炒一个小波段 赚个10%赚个15% 它就把资金抽出来 那往中国大陆做一个所谓集中 那至于说台湾会不会 被出现的一个所谓资金 排挤上面的一个所谓效果呢 基本上我是觉得台湾的话 还是以电子股为 整个依赖的重心 那我们都知道2013年的话 在整个中国大陆 尤其中国大陆的这块 不管包括智慧型手机 包括平板电脑 它的需求还是非常非常旺 那代表台北股市 还是有一些题材 它所存在的 所以说我是认为 要出现资金大幅度 排挤的几率比较不大 那至于中国大陆的话 我只能提出一些小小警讯 你今天看报纸蛮好玩的 报纸有出现两派 在国外媒体的话 认为中国大陆今年的话 要开始出现很大的结构性调整 不管包括金融业 在中国大陆他们自己的报纸 这里的风景非常非常 大家赶快来赶快来投资 那么出现冲突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是认为还是要看最终的数据 到底没办法得到 一个所谓有效上面的提升 不过好消息在哪里 至少说现阶段 整个全世界的股市的气氛 那我感觉到 好像即使遇到很多的利空 打不死台北股市 打不死国际股市 所以说至少就目前 整个中线角度 应该这个趋势往上 还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 好中线趋势往上 没多大的问题 这在问问他所做的一个判断 准备要先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现场 如果趋势往上走 那么中线级的题材 已经先行在做卡位了吗 为什么这么讲 今天的台积电 速度要逼近百元大关 虽然只差了一点点 近在迟迟 不过这条的含义 是不是相当相当的深厚 另外一点 在今天的股 我们来看一下大力光的走势 也是一样 在强攻的掌停板 这样的位置 那么我们所看到 这样的买盘趋势里头的话 会是一个积极 有一些功高打算吗 这些重要的题材部分 到底谁在买 外置圈买盘又回流了吗 我们准备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根据医学报道 我们每天在睡眠时 皮肤会排出大量的水凳 这些水凳都会被棉被床垫 枕头吸收 造成潮湿发霉 这些都是病菌的温床 更是嬰幼儿过敏的元凶 被单枕头套可以洗 那被台枕头胎怎么办 这是我们干的棉被吗 这是我们要睡的枕头吗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 百分之九十呢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 都是这样的下场 你知道吗 但是没关系 现在情况好像改善了很多 是的 经过我们去年 强力推荐的 巨豪微电脑四季烘焙机 将要改变这一切 对 巨豪微电脑四季烘焙机 推出以来就造成了一股旋风 全台掀起了烘焙槽 不止干爽了我们整个请进衣物 让家居生活也充满了阳光味 精明度新一代的巨豪微电脑四季烘焙机 热力再出级功能变得更强了 对啊 像我们的床有King size 那我们全新升级加大的烘焙袋 双循环双对流 而是采用日本高规格专利的设计 175层140公分 市售最大的烘焙袋 让你依次烘个Go 我们还不止如此 在烘焙袋里面 我们设计了特有的三拐导风槽 增加导风 双出风口形成双循环双对流 烘焙更快速 烘干更彻底 这就是我们领先群伦的技术所在 好 现在买升级不加价 马上就拥有全新升级 加大专利烘焙袋King size 双循环双对流的效果 烘大件的棉被一次就OK 只有新一代巨豪微电脑四季烘焙机才有哦 双价港台湾制作的 巨豪微电脑四季烘焙机就对了 一到换机每件棉被一物拿出来 就是臭铺 臭铺 现在我用这台巨豪微电脑四季烘焙机 不用扛棉被 不用选地点 更不用等太阳 三天两头想到就给它烘一烘 整头棉被随时蓬松又干爽 这台真的超棒的 朋友啊 大家都知道 这麵皮要打过来烤才会热 要不然要打一根皮 实际上是有够够够够的 就要拔多时间 等到那里头烤焙 还找地方 像现在冬天要烤 那里头都不烤焙 那麵皮好 打整天也没效果 而且我们现在都住在家里 外面这油烟 这土耳粉 实际上越烤越烤越烤 实际上没拆工 我现在都用这台巨豪微电脑四季烘焙机 很赞耶